突然理解为什么吴谦宇能吸引豪文扩哨了 他带百亿豪文富三代男友上节目 就没有不敢说的话 没有不敢做的事 别的女明星谈到有钱人 恨不得千一百顺 把地主家的傻儿子哄得服服帖帖 吴谦宇一上来就直接在镜头前问 结婚以后钱谁管 不仅对财政大权虎视眈眈 还一脸坦然地问 如果婚后又遇到另外一个心动的人 要怎么办 信息量很大 每一条都很包扎 作为一个有故事的女明星 当年年仅19岁的吴谦宇 能够让33岁的林峰连呼七次好爱吴谦宇 大伙儿就已经知道她的厉害之处了 分手后虽然背了很久老女的骂名 但吴谦宇完全没有被于情打垮 反而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又找了个比林峰还年轻的金龟婿施伯雄 吴谦宇的未婚夫施伯雄 家族是香港纺织业龙头 不仅是百亿豪门 还是跟货家兵列的名门 在政商两届的地位举足轻重 而34岁的施伯雄 则是俗称的长房长孙 虽然目前没有参与家族企业 但也担任着线上支付公司 亚太区总经理 别的女明星谈到施伯雄这种级别的男友 恨不得分分钟宣誓主权 而吴谦宇考察了他好几年 才允许他公开恋情 终于被认爱的爸总开心的像个孩子 这哪是媒体所谓的豪门大少爷 对老女爱搭不理 这简直是女明星和他的谜底 竟将爽文照进现实里 都说全层是很难跨越的 但有些狠人尽管出身寒门 却总能跟有钱人打成一片 据说吴谦宇的爸爸 是在菜市场斩叉烧的 他还被炒是叉烧公主 但跟林峰分手后 他不仅没有被打回原形 反而越混越好 明年就要和施伯雄举办盛大的婚礼 现在的闺蜜圈更是飞升到新的level 跟他玩得好的都是文永山 程晓月 周扬青和超连这种级别的名院 其他几位的家世自不必说 就连文永山老公吴气男背后的吴家 都是港权难得背景 和世家相近的另一个世家 果然明月们的社交 真正讲究的还是门当户对 吴谦宇无论是何林峰 施伯雄抬脱 还是跟明月们交往 都是一副气定神仙的模样 仿佛并不急着嫁入什么所谓的豪门 但向上走这条路 他是走定了 他的节目就能感受到 吴谦宇对任何人的姿态都很高 总是漫不经心的 让对方越来越在意自己 不断想讨好他 主动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他手上 他敢公开说 对施伯雄的出印象是优小优矮海丹艳皮 不知道他帅在哪里 聊到婚后对家庭财产的分配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财权的野心 只言夫妻如果实行AA制就太计较了 就连未婚夫立下的医嘱 他都敢嫌弃数字太小 太抠了 质疑男方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还主动提起 别人说他的妈妈 从小教女儿怎么样贪男人的钱 每一条都很炸裂 真的被他的谈话尺度惊到了 女明星都这么敢说的吗 在和施伯雄的恋爱关系中 他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平时打压男方的时候 简直新手拈来 比如吐槽他像悲伤蛙 说到自己的颜值 则是自信放光芒 说拍照从不修图 都是发live图 马上就要成为豪门的长孙希了 他还敢指示施伯雄的艳静 坦然地说 一辈子不可能只喜欢一个人 反而把男方急得不行 安抚他说 对婚姻有疑问很正常 婚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还坚定地说 对两个人长长久久的爱情很有信心 网友拿他的感情事说是 建议他出书教大家怎么找优质男友 怎么讲豪门的恋爱技巧 他也不以为意 当着施伯雄的面回应说 带男朋友来上综艺 就是想让大家看看 他俩平常是怎么相处的 你们自己来定义 高 这段位实在是太高了 重点人家男朋友 还特别吃他这一套 不仅放下百姨豪门的身段 亲自陪他录节目 任劳任怨岸前马后的伺候 还乐呵呵地承认说 自己通常都要遭到5000羽的人身攻击 网民称5000羽跟大S友的一拼 都是顶级扑娃大师育夫有数 将豪门阔上拿捏得死死的 难怪当年林峰会说 自己被他PUA了 不过这也证明他俩确实不合适 同样的对待方式 林峰会被打击到怀疑人生 施伯雄反而乐在其中越战越勇 当年吴谦宇因为出演电影打上了林峰 林峰比吴谦宇大14岁 林副是厦门的著名商人 家里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媒体几次报道 林峰的新婚是吴谦宇 但双方都没有承认 即使两人已经被多次拍到在一起 其中还有一次两人约会中 突然发现记者 林峰独自跑下低市 独留吴谦宇一人在车上 在林峰之前 吴谦宇正在和王艾伦的儿子拍拖 搭上林峰后 吴谦宇果断分手 还搬进了林峰为他租下的月租8万港元的豪宅 那时的吴谦宇入行还不到三年 没有多少积蓄 与林峰在一起后 他从造型到气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峰对吴谦宇是非常的喜欢 两人恋情还没公开时 他就在获奖时说感谢BB 而BB正是林峰对吴谦宇的爱称 2013年 林峰在宏观第四次举办演唱会 吴谦宇就大大方方地坐在头牌 欣赏林峰的表演 之后不久 林峰就承认了和吴谦宇的恋爱关系 在外台戏的吴谦宇也公开回应了男友 之前对每段恋情都是遮遮掩掩掩的林峰 在吴谦宇这里却是大方的狠 不仅公开承认恋情 还恳求媒体不要打扰女友 可吴谦宇和林峰恋爱后 资源有了明显提升 人气也提高的不是一新半点 大众对吴谦宇的过往也就更加感兴趣 前面我们也说了 吴谦宇的家境一般 并不是他之前营造的混血儿 富商家境 他的父亲做小生意养家 母亲从小就盼望他家豪门 所以很下功夫培养女儿 还有爆料称他原名叫吴欣荣 上学是因为太黑 还被同学们叫硬优 而林峰还要每个月支付9万元 来供养吴谦宇一家 对此吴谦宇并不承认 还表示很伤心 嘴上说的伤心 实际上吴谦宇却是跟着林峰 到国外旅行去了 林峰称想和吴谦宇 安安稳稳走下去 在女友身上 林峰也毫不吝啬 几十万的包包 打牌服装 价值数百万的代步跑车 这些还不够 甚至有传闻说林峰向公司借支800万 又来给吴谦宇买房 他还带着吴谦宇到洛杉矶 参加弟弟的毕业典礼 有人在机场碰到二人 本想拍个合照 就看到吴谦宇已经挑了五六件 林峰主动拿出信用卡 耍了十几万 网友最后没好意思上前 但在社交平台上却大赞林峰大方 靠着林峰 吴谦宇的身价是翻了几个翻地网上长 他还表示 除夕活动不再穿赞助商提供的衣服 理由是不合适 也不舒服 据林峰的友人爆料 说两人在一起半年多时 林峰就为其花费了上千万 林峰是心甘情愿 但林峰却很不开心 他认为吴谦宇年纪小 将来还有变数 林峰之前和潘双双相恋时 一个月才花费几万 到吴谦宇这里就杀不住闸了 只能说这个女孩不简单 很有心机 父亲的不同意 让他无法动用家里的钱财 但这都挡不住林峰对吴谦宇的喜爱 他当众表示想要结婚 还说也可以为爱退圈 回家经营自家事业 吴谦宇还当众表示向往 在拥有明媚阳光的海滩上举办婚礼 就在大众以为吴谦宇即将修成正果 嫁入厦门邻家时 外界却传出林峰要为他购置豪宅 还有林峰因吴谦宇的任性落泪的新闻 据说是吴谦宇想结婚 但林峰一直不松开 林峰夹在中间非常痛苦 之后林峰转年就娶了名不见经传的模特张新月 后来林峰夫妇再在一档情感节目中提到过去 她说曾经被前女友PUA对方辜负了她的真心 张新月也耿耿于怀 说林峰前女友在他们快结婚时还纠缠不清 以他们共同养的狗狗做借口 约林峰见面成了张新月的心理阴影 分手见人品 过去的事情再提就没意思了 对此吴谦宇是什么态度呢 在最近的一档类似的综艺中 吴谦宇表示没谈过渣男 被认为是给足面子给前任 一些媒体帮吴谦宇算命 说她是嫁富豪的命 我还半信半疑 前任身家30亿 现任百亿富三代 现在看来 她还真是完美诠释了人往高处走这句话 无论外界怎么议论她 她都没有为自己辩解过 只专注过好自己的日子 足够爱自己 重心永远在提升自我 足够强大的精神内核 让每一任富豪男友都成了她的谜底 重点是人家在上流社会兜了这么一大圈 今年居然才30岁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